不久前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有一篇新闻标题叫做主权财富基金正在开始主导国际金融 文章中对于以主权国家政府为单位所经营的投资型基金是充满了紧张和不信任 事实上美国金融界最近几次的危机得到疏解都不是靠高唱自由市场机制的美国老大哥协助 阿布达比的主权基金挹注了美邦花旗集团 而杜拜的主权基金则控制了纳斯达克将近五分之一的股权 今天的高峰会人物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 首先为我们比较了全球几个重要的国家主权基金 我想从定义的角度来讲 主权财富基金就是主权国家把外汇的一部分资金拿出来 然后成立一个独立的资金管理公司 这个就是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应该和前几十年就已经存在的这些各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 应该都是一样他们就是一方面要对自己所管理的这些资金和资产的起到一个保值和增值的作用 他一般是希望能够追求比国债的回报率要高的这个回报率 而且他们一般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所以这些都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比较相同的地方 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叫中国投资公司 那中国投资公司有什么不同呢 和其他的这些主权财富基金 我想呢 一个呢是他年纪比较轻 他只有六个月 半年大 第二呢 他是一开始凝聚的这个资金的规模非常大 他是两千亿美元 是吧 还有呢就是中国和西方发展国家的这个文化和社会的 社会的价值观啊 是不同的 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呢就导致了好多西方发展国家的政府和媒体 对中国投资公司非常的关注 有的时候因为是误解的关系呢 造成了对他的对他的一种怀疑 那这种怀疑的态度呢导致了好多就是保护主义者的抬头 对中国投资公司的初期的发展应该是不利的 我想呢 对长期来讲呢 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啊 和世界的经济啊 和金融市场 也是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像这个中国的外汇存底 每天是10亿美元的这个速度在增长当中 那世界银行事实上 也有一些专家希望能够说 专门就中国的主权基金加以规范 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呢 还是一个不公平的举措 那么中国主权基金受到这样的另眼看待之后 那它未来的走向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啊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储备国了 那这个这些外汇储备里面啊 大部分的钱都是美元 那也可以这样讲 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元资产的最大的持有户 那它已经成了最大的持有户以后呢 那那我想的就是就是很明显 最从它的角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 它有很大的这个自动的内在的动力啊 希望能够维护美元的美元的价值 希望看到美国经济的蓬勃的健康的稳定的发展 如果说它它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 不能控制美国的经济滑落 有持续性 这样的话这个美金的美元就会大幅度的贬值 这是它最应该说从它自己的角度来讲 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那就是说像您常常在这个中国还有美国这两地奔波 在进行这方面的投资的这些经营管理 那您觉得说以这个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它的这个行销策略 或是它的市场经营策略 或是它在推动这个中国主权基金到世界各国的时候 它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 或是一个公关行销的方式 或是一个基本的定位 或是利用它财务透明化 还是其他各方面的方式 能够让它能够重新的 被这个全世界的各国主权基金的这些 经济学专家也好 这个资产管理专家也好 或是这个财务金融专家 还有美国的政府 各国的政府能够所接受 所有的这些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样板 就是挪威的 它的它的做法 它是非常透明的 而且而且做的 做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漂亮 我想中国呢都在 因为它年纪比较轻嘛 只有六个月 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去 把这些该研究的东西研究好 该做的事情做好 它现在一定要先把那个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能够聘请世界上一流的 专业的投资人才 然后把这个投资要做好 其他的这个事情呢 也在慢慢慢慢做 如果您对于中国的主权基金运作有兴趣 4月17号下午2点 在洛杉矶的比佛利西尔顿酒店 由百人会年会所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中 唐伟将和管理中国主权基金的 中国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汪建希 以及其他的财经专家 面对面讨论主权财富基金 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关小芬高峰会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